啃人参 养食海 在啃了近一年的巨人参后 金飞瑶终于把别的修饰 要花上七八年 才吃得完的巨人参全吃完了 如果不是他不分十二个时辰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这堆成山的巨人参 现在还放在乾坤袋中呢 金飞瑶除了来士道经总店的前几天 出去熟悉一下环境 以后的时间都守在了屋中 也不知是不是巨人参吃多了 石海在养好的同时 也因为石海不停地补充着 所以他进阶到化神中期了 化神中期没有异象 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这种小圆满特别的平静 除了修为跨过了一个坎 实力大增之外 几乎没有人发现 终于不用啃巨人参了 金飞瑶难得让嘴休息了一下 出去转悠了一圈 他紧接到化神中期 石海修养完毕的事 已经马上被士道经的不自管知道了 他一直头疼啊 这名代表九一来的修士 因为金飞瑶要养石海 不能接任务下去 整个士道经中最闲的人就是他 每天侃侃巨人参日子就过了 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养伤之所 现在知道金飞瑶石海养好了 不自晚立马就来了精神 赶快把一件任务就让机关人啊 给送了过去 金飞瑶正乐呵呵的拿着精元石 在寻思着用这个炼化成本命法宝 正寻思着用这个炼化成本命法宝 还是得多存一些 以后啊练个大的 没想到门口就有人送来了任务 一脸茫然从机关人的手中拿过了小纸条 金飞瑶携丑了两眼机关人 之所以叫机关人而不是傀儡 是因为他们全身都是直接暴露在外面的木头 这便是傀儡和机关人的不同之处 机关人没有皮 是由各种机关组合而成 而傀儡虽属于机关术 材料却更加拟人 最直接的材料便直接是拿尸体来做 从趣味上来说 金飞瑶觉得机关术更有意思 那些木头组成的人或者动物 很有玩乐的感觉 他手上拿的只是一张普通的白纸 上面只写了个号码 悬意百六 悬意百六 那块木牌上的任务分为天地悬黄 你竟然只得到了悬起的任务 看来他们觉得你很没用呢 花婉思接过了纸条看了一眼 便笑了起来 金飞瑶不以为然 任务低一点才好呢 只要能从妖族那换到 炼制本命法宝的材料 我才不管任务是被人小看了 而且天级的任务 应该是炼虚气的人去干的 我去了就是寻死 赶快看看 这悬意百六是什么样的 花婉思每日都没闲着 几乎天天都去发物店门口去看饰牌 那里有块悬水镜 只要把神石打上去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任务 因为金飞瑶那块木头做的 石牌上打了烙印 只要有除了他之外的神石注入其中 整块石牌就会当场烧毁 世道经也马上会得知 持有石牌的人 不是死了就是出了意外 石牌就被人抢走了 这样可以不让任务外传 因为啊 从其中可以看到许多秘密 如果外泄会害死石导经出去任务的修饰 所以不是谁都可以进入石导经 得到这石牌的 昨天我看的时候 玄机的任务 直到82 应该是新的任务 你用石牌看看吧 花婉思回忆了一下 就开口应道 金飞瑶有一些无语的问 你把这些任务全记住干什么 了解修仙界的动向啊 我在里面可是看到不少秘密了 花婉思神秘的笑道 什么秘密啊 委托任务的人又不知道是谁 这你还能猜得出来 金飞瑶不解的问 花婉思闭嘴一笑 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许多任务都是破坏日月门的 而且获取高阶材料 用于炼制法宝 和定制丹药的也有很多 这完全就是备战的准备 想必要不了多久 日月门肯定会察觉到 有人想毁掉自己 必然要反击 到时候 明着有妖族和魔族 出来对抗日月门 暗地里面 还有世道经在里面折腾 你现在最好 多减点不危险的任务去做 不然以后全是深入敌后的 这非常的危险了 你把日月门的势力 都搞清楚了 金飞瑶有些诧异 华婉思竟然考虑得这么周全 连这个都查到了 不是全部 只是名字上的十五个分堂 华婉思瑶聊头 只从任务上 和可以公开给他们看的情报上 他只能够知道十五上分堂表面上的东西 而有多少门牌 是归属日月门 下面又那些 掩藏的事理 却是他不得而知 可就只是 这五十个分堂 任务上也是密密麻麻 放满了针对他们的任务 金飞瑶不在乎的 拿着试牌晃了晃 管他们什么日月门 反正啊 我们只要做任务 争自己的好处就行了 什么神老伟 那种麻烦的东西 让他们争去吧 我也是这样觉得 主要你还是练虚妻 这种太高层的东西 我们不要参加 不过 就我分析了一下日月门的实力 如果不想直接硬碰硬的对上 要用软刀子 一点点割掉日月门的实力 恐怕不是一两百年做得到的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并不用急 华婉斯看得非常的透彻 这件事 他早已对金飞瑶说过 现在那部分人族啊 暂时不想和日月门翻脸 而魔族也不愿意做出头鸟 剩下的妖族不知是谁来带领的 也是老奸巨华 谁也不肯和日月门硬碰硬 毕竟是根深之大 连隐藏的实力都没有挖出来 怎么能随便就跳出来啃硬骨头 三方的想法都是在日月门不察觉的情况下摸清他们的势力 借用各种理由一连点的破坏日月门的势力 自己这方也悄悄的准备 虽然险中求富贵 但是对于到了他们这个修为时 连寿命最短的人族随便活活都是上千年 只不过呀 用几百年来谋划这一件事还是等得起的 金飞瑶点点头拿起了试牌 把神识注入其中看了起来 他只有在第一次拿到识看过里面 其他时候就一直在砍人参 没有瞧过半眼 他在里面生疏的找到了玄机的任务 直接翻到了后面寻到了一百六 这是个早晨才刚刚弄上去的任务 非常的简单 进神界有一家养寿员 并不属于任何门派 专门养灵兽卖的 神级界有不少的修士手上的灵兽幼崽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生意做得很大 主人只是个化神后期的女修士 看似没有后台 却没有人动得了她 开在其他神级界的店铺 不管生意如何好 也没有任何人去捣乱 所以很怀疑是日月门隐藏的势力 这个任务不用他去杀什么 只要转几圈 寻点蛛丝马迹便行了 而且报酬也还算得过去 选物便是四品丹药武力 可以自选种类 灵符同样是四品武装 外加有使用次数救命的下品法宝一件 如果不想要这些东西 换成灵石也可以 一万两千块中品灵石 其实灵石和物品对比起来 物品的价格要高了许多 但那只是世道经自己定的卖家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自产的 更希望修饰要东西 而不是要灵石 黑衣可是对她说过 只有地际一项的任务 才能换到晶元石 所以玄疾的金飞瑶便直接没有考虑这个事 那我就接下来 金飞瑶用神石在任务上画了一条 整条任务从黑色便马上变成了灰色 旁边还出现了一个写着金的符号 大家都用暗号来定身份 世道经他们用的是排行来定 像不自由便是67号的编号 金飞瑶是外来人 所以同其他外来的修士一样 要自己取个一个字的代号 他非常懒得动脑子 直接用了个金字代替了 字变成了灰色 就表示这件任务你不能再接了 有人已经按下 如果对方完成了 任务就会消掉 死了的话任务有两个可能 一便是取消 因为打草惊蛇了 二则是继续发放出来 让其他的人继续去做 反正都打开了金飞瑶 顺便找了一下67号 瞧瞧不自由跑什么地方去了 玄自翻完也没有找到他的代号 又翻了一下D级的任务 同样没有找到 不过是在黄级吧 远因奇还真是可怜 还不好好的修炼提高修为 金飞瑶嘀咕着去翻看黄级的任务 同样没有他 但是记得上个月 不自由明明来说自己要出去任务 来告别过的 带着满腹的疑问 他翻到了天级的任务 一眼就在醒目的位置上 发现了67这个代号 小布竟然接的是天级任务 金飞瑶突然觉得有点不甘心 自己是化神奇接的 只是玄级 他才原因中奇 竟然能直接做天级任务 修为低他三级 任务却高他两级 这种差距让人很不爽 于是他愤愤不平的喊道 我们也接天级的任务 反正这个任务简单 顺手再接一个吧 我要选这个男的 除了杀恋 虚奇 修士之外 最难的一种 化碗斯早就在任务店外面的任务中 看到了不自由了 接了天级任务 也让他有些惊讶 不过正好遇到了不自语路过 他就打听了一下 不自语则告诉他 不自由在原因初期 就接弟弟的任务了 进阶到中期便一直是做的天级的任务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他在任务方面却是一等一的好手 有时候练虚奇的人去 完成的也没有他的好 行了吧 你要和他比什么 这回是第一次去 你就当做是练练手吧 连本命法宝都没有的人 你还能接什么天级任务 光是逃命就有够你受的了 化碗斯瞪了他一眼 直接阻止道 天级猪 为什么他的是天级猪 我的是小福岛 金飞摇不满的哼了哼 如果有天级猪 逃跑那根本就不成问题 关于天级猪 化碗斯啊 早就听他发腻了 于是就应道 因为他是外甥 你是坐骑 金飞摇美好气的瞅了他一眼 坐骑也应该有好东西的 这样说那灵兽应该有好东西啊 把救援室给我 胖子一听来了精神 马上兴奋的讲道 金飞摇耸耸肩说 下辈子吧 你 看着整装戴发的金飞摇 化碗斯有些担忧地问道 你真的不买一件护身的法宝 只带两张高阶隐身符就行了 金飞摇长叹了一声 啊 不满 零食没多少了 我想让贾经以多升级之出来 然后全部进阶拉中品零食 但是却发现胖子拉的太少了 谁都不够啊 还要省下来去给音乐 做戒子敬语 我现在很穷 带两张隐身符即用就行了 不如把我的猪雀符卖了吧 这件极品法衣 可以换到不少的东西 化碗斯摇头 这样可不行 于是啊 就摸着身上的衣服说 行了吧 我又不是光着屁股站在这里 身上一件护身法宝也没有 我不是还有这件乌鸦厂的 够了 我只是去查看情报 又不是去找人决斗 你们担心什么啊 金飞摇觉得他们也太过了 好像自己真的是出门就招惹是非一般 哪有这么巧的事 想想自己用掉了不少的零食 而金飞摇是除了极品法衣身上一件防具也没有 本命法宝也碎了 手头上可用的法宝也在上次一起拿出来挡攻击 现在他真的是一穷二白 除了自恋的一堆低阶隐身符就什么也没有了 化碗斯这样一想便觉得这样空手出去不太好 于是就提议道 要不把小福岛中的灵草拿出来卖掉些 暂时先买几件法宝用一用 小福岛中种下的灵草已经三百来年了 年份虽然不太长 但是也算是还行 拿出来卖的话也只能换到不错的法宝 但是金飞摇却不加思索的摇头 不行 才三百多年还不够呢 我不想动这件灵草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急用零食 这件灵草可是能起大作用的 而且最少也得等到五百年份的才行 五百年以上和五百年以下的差距非常的大 我可不想浪费掉 那你要是遇上敌人就空手上 嗯 反正我手上这么多骨头都是法宝 空手也一样的用 华婉思只得问道 金飞摇很肯定的点点头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是去查看看情报 瞧瞧对方和日月门有没有关系 又不是去砍人 用得着这么剑拔弩张的紧张呢 劝他不下 华婉思也只能作罢 三人跨上了飞坛就离开了士岛经的总殿 向禁神级出发了 三人之中胖子是最开心的 在飞坛上迎着风啊是喜气洋洋 一眼就看得出他非常的开心 金飞摇不解了 他这么开心什么 又不是去什么地方吃饭 有必要乐成这样吗 见金飞摇不明白 华婉思就直言相告 胖子在士道经里面呆烦了 巴不得赶快离开 原来虽然这里的女子很多 但几乎全是不自由的姐妹 别看女人多 却是人人都忙的 脚后跟不着地 连哄胖子玩的时间都没有了 热爱玩耍的胖子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了平台上 看着飘过去的白云发呆 呆够了就睡个觉 根本没有地方可玩 现在可以出去 胖子自然是特别的高兴啊 无数的美人还在等着拥抱他呢 拿这个家伙没有办法 金飞摇几乎就是放纵他了 反正祸害的也是别家的女子 青蛙大了 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管不了了 从士道经飞往进神级啊 要四个月的时间 一路上三人基本上是没有停过 相比零级界出去一趟 中间呢就得飞几年相比 神级界之间呢就要进了许多 主要是神级界每个界都不太大 数量也多 所以相隔的距离也没有太远 不然要是像零级界那样 一个零级超大 然后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就让人头疼了 赶早赶晚的 他们终于来到了进神级 还没靠近进神级 就看到了天空之中 飞过了许多修士 有的是飞出来的 也有不少是正飞往进神级 瞧着这些不断飞过的修士 还有不时出现的飞天船 金飞要断言 这里想必很热闹 一般还有阴谋的东西 都不会放在热闹的地方 这种的任务 应该是非常的轻松了 虽然报酬不多 只要能顺利的完成 第一个任务 也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了 等飞近了 一个往里面凹进去 侧身和后面都有扇风 像个大椅子的神级界 出现在了眼前 中家是块很大的平地 几条河道 修在了平地之上 远远的看过去 可以发现 它组成了一个寿字 而围着这个寿字 则是无数的房屋 老远就可以看得 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 可以猜出啊 全部是些店铺 而那些椅子的山峰上 有房屋隐藏在了树木之中 露出了些边边角角 已经能看出规模不小 空中到处飞着修饰 一幅热闹繁华的场景 金飞鸥把鼻子上的 禁止给打开 想要查看情报 能多闻一些味道 更加的方便 但是一打开 铺天盖地的兽儿 就涌了过来 吓得他赶快捂住了鼻子 搞什么呀 这里怎么这么多药兽啊 好臭啊 你之前就不能好好琢磨一下 这里是神级界最大的 零售贩卖所 当然全是零售的味道 听说神级界的零售 只要是店中有卖的 大部分都出自这里 只有小部分是自己捉的 或是自家养的 看到那些飞天船了没有 都是大的零售店 来选货的 这些修饰 除了一些香剩零食的 亲自跑到这里来买 其他的基本就是开店的 花婉思瞅着他 捂着鼻子的样子就笑道 好吧 我们就装成买零售的人 我看买什么零售呢 对了 就说买只母青蛙 就用这个借口 我们过去吧 金飞瑶一拍手 便奸诈地笑了起来 胖子敏锐地抬头看向他 眼睛瞪得老大 张口愣了一会儿 才严肃地讲道 我现在是人 你不要想弄什么母青蛙给我 要不然我就在你吃的所有东西里面 都吐一口毒 让你从早拉到晚 好恶毒啊 你就这样对你的母亲 亲的之前你还欢喜着叫我娘亲 现在竟然要下毒毒害我 我买母青蛙 还不是为了你着想 再说这只是个借口 又没说一定要真买下 难说会遇到瘦神奇的美貌蛙女 身材是凹凸的 样子比婉思还要漂亮 金飞瑶一脸委屈地讲道 最后还比划了一个凹凸的身材 是啥样子 你傻呀 胖子才不上当呢 白了他一眼就骂道 瘦神奇的妖族 谁会被拿出去卖啊 你要真能给我买个瘦神奇的美貌蛙女来 我还真就接下来了 金飞瑶看胖子急了 就怂怂间笑道 哼 不好说哦 难说大妞已经瘦神奇了 正带着你的小孩 在其中一家店里面等着你 你傻胡说八道 胖子粉妆欲拙的脸上 瞬间就白了起来 有些结巴的嚷道 行了 我们赶快过去吧 华婉思福啊 简直拿这两个家伙没办法 好容易让他们不吵架的 三人也来到了金神街上 当一落地 马上就有头一人来高的文帝兽啊 走了过来 嘴里叼着个篮子 文帝兽停在了他们的面前 就不走了 大眼珠子好好的看着他们 干什么 金飞瑶不解的往篮子里面一看 篮子中放了不少的中品零食 还有块牌子靠在了里面 上书入界一人一块中品零食 又要收入城费 以后我要是这样块地方 我也要收 金飞瑶纷纷不平的拿出了两块零食 扔了进去 刚想从文帝兽的旁边走过去 却发现了裙摆被他给踩住了 干嘛 我给过零食了 文帝兽呜呜的哼了哼 爪子就指向了一旁的胖子 金飞瑶诧异的看着他 没好气的问道 零兽也要入城费 你们也太黑了吧 文帝兽低声又哼了哼 金飞瑶回头看了看胖子 见他抱着手一脸的冷笑 他只得又掏出了一块零食 扔进了篮子中 我知道了 兽神器的就不是零兽 就是人了 好吧 我也不为难你 给你吧 给了零食的 他便对胖子喊道 你满意了吧 这还差不多 我现在可是人了 而且修为和你差不多 你不能零兽长零兽胆的叫我 胖子挺起了胸 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哼 要不我们俩话性比比 看谁先吃掉谁 金飞瑶怎么能让胖子把自己给压下去 也凶神恶善的讲道 有本事 你把牙吃去了 我就和你比 胖子傻了 才会和他比 谁吃的快呢 愤然的讲道 金飞瑶得意的笑了起来 怕了就明说吧 还说什么把牙车取掉 所以还是乖乖的叫我老大吧 关于买母啊的事 我会考虑考虑的 胖子被他气得是说不出话来 就算他已经受神器 化形成人了 他也知道拼嘴大的话 他根本就比不过金飞瑶 化碗丝站在了旁边无语许久 现在看到了金飞瑶得意洋洋的样子 就过去扶着他的肩 叹了口气 你何必把自己放在瘦的位置上 你已经没救了 一辈子做人妖吧 听了他的话 金飞瑶才意识到 他刚才犯了个大错 胖子是把自己拉到了人的高度比 而自己是降到了妖兽的高度和胖子比 而且还是自己主动降的 完完全全 没有当人的意识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